再来看一下泰鲁格伊蒙老师 有关他没到日系小黄瓜的经济回来 要如何保存 可是正常我们的经济放在冰箱 拿出来要正正常有什么样的这些提示 可以让这个小黄瓜 顺利发芽正常 一般若是在 贵仔通常就是说你把冰箱冰箱 一个稳定的 最好就是说 把他用薄刀包 让他放在蔬菜盒里面 因为蔬菜盒的温度稳定 有的人放在冰箱的盆 你吃那些 开来开去 他的温度有变化 就不太好洗 你家里没有用的这种 小冰箱 你拿他来用冰箱 他说这家没什么用 拿他来冰箱 很少开一次 全文一些质 或者農料主宰 去把它冰箱里面 这种是最好的 就是在冰箱里面 在冰箱里面 大概4度C左右 4到5度的一种 一种范围 可以保障 时间可以保障更多 现在总指最准的就是 你隔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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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里跳来跳去 对他的影响就不好 隔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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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的就是 他隔温就隔温 你不要再拿回去 平平说你要用多少 你拿多少出来 尽量这种温度的变化 那么经济可以保障 时间就越長 我是觉得说 感到要这样 有的人说 这次资不错 凌缸就没空那好 我不知道这种东西就是这样 但是 这 有一个 有一个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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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好朋友 你要先知道 就是说 如果假设 假设 你如果假设 这个冰箱里面 你回去有在资 你今年可以买资 比如说 这个一袋杂交的 你特别是这个茄苛的 你买一些 就是说你假买一顿 要去放 因为每年有可能会缺席 每年有可能全球种子会缺少 这个 如果有一位朋友 是专门在做这种种子的生产 那么他们做不到 全世界现在最重要的 这个一袋杂交的种子 一袋杉杂 全世界 甘肃 甘肃 包括日本的公司 世界重要的一个种子公司 你说你在世界有多大的 这个经济公司 如果在甘肃 没有 柴种田 表示你这间公司不够大 简单可以这样说 所以 他都会在甘肃 柴种 为什么在甘肃 因为高原气候 那么阳光充足 日照很好 还有水分 温度 有日夜温差 所以 这个结果类的柴种 可以说是一个世界的中心 那么现在很多人开始去非洲 在非洲又找到 类似一种高原气候 但是非洲人 这个跟甘肃这些人不相同 所以 所以今年 中国大陆在大重量 他们 粮食的生产 那是硬指标 譬如说 你今天是做丁柳 你们这个丁 有多大的 这个基本农田 那都有收集的 对吧 你用算的 你就是要种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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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要有什么 有的指标 如果做不到 做不到 不好意思 问责 你就是 你要生肝就生不了 这些东西 他们是这样 这个共产党都算粘质 所以你如果是做不出来 这粘质做不出来 那么不好意思 所以有时候 他们一刀切很恐怖 所以 你如果是这种像 切果类的这种 他就是说 现在国家就是这个重量 所以他就是自己可以种牛适 你 蔬菜 蔬菜也要吃 他没在管理 反正你就不能吃 否则 他就有各种的方法 给你祈祷 所以 这个种子 是刚才说到 所以大概 你买一点点起来 但是 不要囤多 大概就一年左右 因为这个战争不可能持续 比如说万年 如果持续下去 你也不用太多了 比如说 这个俄乌战争是在 我们说到四月 之前不知道说到四月 如果还没办法解决的时候 不好意思 这个世界粮食危机 就有可能来临了 这个 乌克兰的一个重量 他们种 麦子的这个民质 减减一半 俄罗斯还没有缴 那个收入 我相信也会减少 因为很多人去战争 所以这个 乌克兰的生产都会减少 这个乌克兰的生产 全世界减10%的时候 那么粮食价格可能涨200%到300% 不是减10%不是去15%那种 去20%不是啦 乌克兰如果不够 去起来是去 去200% 300% 这种的涨幅 所以你就要知道 所以 如果说要赚 你漏一些 这个买一些 这个买一些 这个 不要多 你漏年 这个量 你买一顿 你把它放好小 并好 现在应该要有点买 那么有可能 有可能 目前是 当然你那是 这个 你说 我这个 我这个日本的 没受影响好吧 那你就 你就日本的 没受影响 那么阿婆就没话说 所以 你要了解 其实很多日商 很多人的种子 也是 也有可能在那边采 我们 就在台湘 在外南 在做 番茄的菜种 担担接不下 做到的惊 竟也做不出来 因为外南人 没有材料上班 他每天也头发毛在烧 有钱 他也探不到 所以这种 种子的问题 其实还是很大 那么 这个小黄瓜 你把并大并收 那么 拿出来 拿出来 其实没有什么 太大的 就是说 不要拿来拿去 所以 那是可以 用这个 50 不用到65度 一般我通常 差不多50度 只有五度 就是说你手蠢的蠢 但是液就会卷起来 那种温度 液就会卷起来 很燙的 我觉得很燙的 那么 这种的你就不能用 如果你说液 热 打起来 感觉会热 但是 不会碰到 最好 有时候不是说用这样去刺 最好是可以用 这个温度剂 要取一支 一支温度剂 要多多钱 去买一支 要取一支 差不多是这个 50-55度 当中 拿起來 稍微讓它熱水湯一下 如果你的種子 例如說有的小黃瓜 像荷蘭的一個季 荷蘭的季 它有隔天 它外面有包一張毛 這種你就不要湯熱水 它那是有溫湯處理會 你看它季外面如果是金金 包一張毛這種的就不用湯熱水了 你就溫度比較低 不要到50度 它45度比較熱一層 讓它熱水的目標是要讓它種皮軟化 它有的 因為它是有隔天 它包之後 它包得很好吃 改成一個什麼像 我們土豆有一個 土豆外面有一個 一個咖 土豆要怎麼說 土豆我們早餐有時候土豆外面有隔分 隔一段分 如果你的經濟像這種 這就是它有這個 我們叫做包衣有隔天 這個有一個 它外面有包一張 這個特殊的這個東西 這種它有可能 如果這種經濟你不要買太多 回去放 這種這個經濟 它有一個 退化這個時間很強的 不然說你今年你就要買今年的 這種計量沒有人要去燉 因為要去燉 它會退化 它有引發過 有這個我們說的就是說 有的叫做蒙爆處理 種子的蒙爆處理 那什麼叫做種子的蒙爆處理 就是說 它的消滅已經打破 如果它是吃到水 它就會很快 它就會快速蒙發 這種就是我們說的 種子的蒙爆處理 那麼這種的這個 那麼有這種蒙爆處理 有的叫做這個 這個腎條 種子的這個腎條 它比經濟 那麼它有經過這種的處理 它處理起來的這個速度 會比較 會比較快一點點 就是說它的保存期限很低 它可以讓它有一個 這個比較好的 這種有的日本的一個貨物 尤其像王文歌這種的 還是說像這個回歸 那麼因為那日數 因為歸子在蒙 如果是這樣廣廣的 它就很難照的 對吧 很難照的 所以就要讓歸子很經濟 所以它有的經過蒙爆處理 有的叫做蒙條 蒙條處理 那麼有的在 在大陸叫做引發 叫做種子的這個引發 這種的處理方式 那麼目前 目前這種的這個技術 大概在商業上用的很多 比如說像這個超天玉米 或是說像一些過類 過類 那麼他們通常就利用這種的處理 但是不是所有的都有這種處理 一般如果是有處理 他都會給他做錢 他會給他包錢 這個錢 那這種你經濟就不用 你就不用說 不用又去把他這個 拿去買回去的兵 把買美女買贏的錢 這種這個分別 這效果就很不好 所以可能我們好朋友 要稍微注意到 那麼我們那種經濟有經過到 萌爆處理 你就可以把水稍微放一下 放一下後 二三十秒 堵堵的 勾起來 你就可以浸水 一般通常我們是用在淡麵筋 把水稍微放在淡麵筋館上 把水稍微放在淡麵筋 蓋起來就有一個濕度 那麼大概經過24小時 你把水稍微放在淡麵筋館上 那麼它就很容易正常發芽 做這麼多工作 最主要是讓它稍微放 讓它稍微放鬆 要稍微放鬆 你如果說沒關係我沒差 有的有的 炸的炸盤就慢 你沒去管那就沒有關係 所以大概是這樣的 這些經典的待會兒給我們好朋友 稍微來做一個了解